女人脱下胖刺丢在桌上 眼镜书接过仔细查看 而她之所以这么做 是怀疑女人出老千 此时的她们正在进行一场 不同寻常的赌局 为了防止在场的人打牌出老千 所有人必须脱光衣服 这已经不只是赌钱了 还要赌上性命 如此苛刻的条件 谁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呢 阿泰从小就爱赌 而是赌玩具大了就赌钱 只要有人和她玩牌 必然都会输到裤衩都没有 发小这天和她打牌 一下就连输好几局 发小不甘心 准备接着来 突然一只脚踩她脸上 阿泰顺着脚往上看 发现是大美女那美 那美正跟大小说 哥哥什么时候能找份正经工作 察觉到阿泰色咪咪的眼神 满脸不屑地走了出去 接着阿泰已上厕所为由 出来想跟那美搭讪 刚接近晒着衣服的那美 结果她突然装出被飞里的样子 阿泰还没反应过来 发小直接朝她来个飞毛腿 可阿泰回家路上 那美帝回眸一笑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她又找到那美 和她说准备去首尔赚钱 让她准备好嫁衣 等她有钱立马回来娶她 那美被纯爱战神打动了 后来阿泰到首尔积累社会经验 通过表哥介绍 成功在赌场当起了服务员 还混得有模有样 这天赌场的出签手有失矿工了 老板慧眼十珠 一眼就看出阿泰是出签高手 自然而然的 阿泰接手了这份工作 果不其然 阿泰凭借着高超的出签手法 把赌客们赢得哭爹喊娘 不停创下优秀的业绩 老板开心极了 分点阿泰一大笔奖金 从此阿泰混得风生水起 干起了出签手的全职 还从破烂的地下室搬进了豪宅 这家赌场有位常客 是一位富可敌国的寡妇 谁都想宰她一笔 而阿泰的颜值和技术 引起了寡妇的注意 这天寡妇来到阿泰家里打牌 在酒精的作用下 寡妇有意无意地拨弄着眉腿 阿泰恍惚间看成了那美 寡妇无处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成功掌获了单纯的阿泰 两人这晚从交流排挤 到深入地探讨人生哲理 阿泰成了寡妇的护花使者 第二天 濒临破产的老板 决定要狠狠地载寡妇一笔 让大伙先让几局给寡妇 等她飘了 在最后一局堵住压到最大 把寡妇棺材本都赢过来 但如果失败的话 那么老板就彻底破产了 可如今阿泰作为纯爱战神 怎么可以让女人受到伤害 私下和寡妇说以后 不要再来赌场了 此后很久 赌场都没看见寡妇身影 众人都以为寡妇已经卷钱跑路 可就在这天 老板让阿泰去屋里招呼赌客 赌客正是寡妇 阿泰顿时傻眼了 无奈只能按照老板计划行事 可到了最后一局 众人愣在原地 屋子里充斥着寡妇的笑声 很显然 寡妇把赌场的钱全引走了 阿泰瞬间明白 寡妇装成小白鼠骗了所有人 包括阿泰自己 为了挽救赌场 阿泰和表哥找到眼镜书 都说眼镜书的钱非常好骗 阿泰信心满满准备开单 可眼镜书却说 等他妞到了再打 此时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阿泰愣在原地 对方正是初恋女神纳美 看着眼镜书明目张胆地开游 阿泰心里五味杂沉 眼前人已非鄙视人 他把火气全撒眼镜书上 眼镜书接着疯狂连跪 殊不知阿泰已经入套 眼镜书让纳美去开窗户 阿泰看着那美胖刺挪不开眼 那美发觉后说 偷看女人胖刺会遭报应的 果然在接下来 局势逆转 阿泰不断连跪 输了五千亿美元 被迫签了欠条 夜晚 阿泰突然被一群人抓住 不仅被暴打一顿 手还被车门猛加变形 等阿泰醒来 发现自己在昏暗的地下室里 低头一看 肾被挖了一个 脚还被靠住了 眼镜书走了进来 嚣张地说下个月还不上钱 就把阿泰眼角膜给取下来 一夜跌入谷底的阿泰 沦落到吃别人的剩饭 样子非常的狼狈 而此时一个人影接近 来者居然是纳美 并且在纳美口中得知 他变得如此狼狈 都是表哥害的 女人的胖刺不能偷看 不然一定会遭报应 偷看胖刺的阿泰 如今和流浪狗一样 就是因为表哥和眼镜书串通一气 背叛了他 而自己像个白痴对表哥深信不疑 从纳美口中得知一切的他 气得把桌上的碗都掀掉了 起身就要去找表哥算账 那没把他拦下 冲动只会让他连命都没了 给了他一大袋钱 让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本来以出千为傲的阿泰 在一个小赌场里 出千却立刻被无名小卒抓住 就在此时 一个大叔帮他解围 阿泰立马觉得大叔好牛 赶紧追上大叔 要拜他为师 还没等大叔反应过来 刚刚的赌客看见两人呆一块 咬死他们是一伙的出老千 大叔百口莫辩 阿泰还故意放五百万在大叔手里 坐实众人猜想 眼看他们要冲上来揍人 大叔被迫和阿泰一路逃亡 在此之后两人一起生活 意外得知大叔居然是舅舅的好友 而阿泰舅舅是上一代赌神 阿泰称大叔是影视高手 要拜师 大叔拒绝了 说影视高手都会因为徒弟而死 阿泰却说如果死了他会报仇 阿泰成功拜大叔为师 还被带到各种赌场上实地学习 一张做了小记号的牌 都能被师父立刻看出 下一秒师父借对方打火机 眼疾手快把那牌拿走了 接着师父还装模作样 说牌少了大家一起找一下 顺势让阿泰买副新牌 阿泰问师父需要藏牌的话 该怎么办 师父说当然是吃掉了 阿泰傻了 牌那么硬咋吃 师父笑笑不说话 两人日子渐渐好了起来 就在这天回家的时候 阿泰意外看到了被围殴的表哥 愤怒地朝表哥冲了上去 表哥立马认怂 阿泰怎么也没想到 当初赌场倒闭 老板破产 其实是寡妇和表哥的手笔 阿泰从始至终就是个替罪羊 阿泰虽然恨 但她不再心高气傲学会了忍耐 转身打算离去 可表哥又说个消息 纳美因为当初帮了阿泰 被卖到一个赌场里了 阿泰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 好巧不巧 这家赌场小老板与她有过节 当初阿泰还在乡下 一天晚上去赌场找爷爷 发现有人在向爷爷讨债 爷爷赌博欠了一屁股债 但根本没钱还 阿泰为了保护爷爷 跟小老板打了起来 结果却意外刺伤了她 小老板一眼就认出了阿泰 拿起一把刀插在桌子上 赢了就能带纳美走 但前提是要砍手 输了的话自行砍掉自己的手 赌局正式开始 阿泰回想起师父的话 那天师父教她如何通过对方眼睛 判断对方的心理 看到喜欢的东西瞳孔会扩张 反之会缩小 此时阿泰不看牌 只看纳美的眼睛 手不停地扫过不同的牌 当她停在一张牌时 看到纳美的瞳孔放大 便毫不犹豫抽出这张牌 最后阿泰赢了 接着她拿起了刀 纳美已经做好准备闭上眼睛 下一秒阿泰把刀插在自己手上 小老板傻了 阿泰表示 小老板又没说赢了砍谁的手 结果小老板有点不服气 阿泰又把手上插的刀用立地往下 这可把纳美心疼坏了 赶紧撕下裙脚给阿泰包扎 接着阿泰迅速夺走纳美的卖身器 两人把纸烧了帅气地点了烟 小老板更不服气了 又说还有50亿利息没给 这时师傅走了进来 扔下一百亿还说剩下的不用找了 带阿泰纳美离开了现场 师傅告诉阿泰 小老板是赌神的孙子 师傅断掉的手 就是赌神砍掉的 劝阿泰戒赌 不然只能祈祷别碰到赌神 晚上 纳美和阿泰说起了往事 当时她去赌场找哥哥 结果被眼镜叔看到起了歪心思 给哥哥下套欠一屁股债 骗纳美替哥哥还钱的话 就去赌场上班抵债 结果眼镜叔在她水里下药 等纳美醒来已经没了清白 被迫成为了眼镜叔出老千的工具人 而哥哥没能报仇成功被抓去吃牢饭 纯爱战神得知后满眼心疼 表示会爱纳美一辈子 两人兜兜转转终于在一起了 这天 两人和师傅一起开心地逛街 期待着未来的种种美好 可眼镜叔的打手打破了他们的幻想 打手扬言要带走纳美 阿泰第一个不同意 让师傅和纳美先走 他断后 结果一下子就被打手撂倒 纳美和师傅跑到烂尾楼 结果纳美也被撂倒 师傅为了救纳美 抱着打手一同从楼上跳了下去 等阿泰赶到 师傅已经奄奄一息了 阿泰悲痛万分 师傅却说不要为她报仇 可阿泰厌不下这口气 为了报仇 阿泰再次找到寡妇 让她去诱惑眼镜叔 女人拨弄着她的黑丝大长腿 可面前的眼镜叔以喜欢白丝为由 拒绝了女人 开门请女人出去 女人气急败坏地扯她裤腰带 眼镜叔以为防住了女人 殊不知女人目的并不是诱惑她 而是在她身上放追踪器 导致眼镜叔暴露了金库位置 阿泰等人来到金库 拿走了一半的钱 剩下一半则交给警察 眼镜叔一夜破产 事后阿泰给寡妇分钱 寡妇说想继续和她交流排挤 阿泰却说自己金盆洗手家有娇妻 寡妇看到了身后的纳美 占有欲作祟的她 露出了匪夷所思的神情 纳美和阿泰开着车商量去拿旅游时 眼镜叔气急败坏地开车追赶上来 随即双方在马路上互相拉扯 纳美凭借行云流水的车技 摆脱了眼镜叔 就在大家松口气的时候 眼镜叔开车横行笔直撞过来 打开后被箱拿走了钱 原本怀孕的纳美也因此流产 事后眼镜叔分了寡妇一代钱 原来在此之前 寡妇极度纳美和眼镜叔联手 事成之后又摆了眼镜叔一道 和小老板带着钱跑了 接着寡妇被小老板摆了一道 等眼镜叔醒来 发现自己被丢在了垃圾场 准备跑路的寡妇 被眼镜叔拦住了去路 小老板提着钱找到赌神 可赌神无视了钱 拿到划开行李箱 前脚刚发现了阿泰提前放的追踪器 后脚阿泰就带着出狱的发小找到赌神 此时眼镜叔也赶到现场 都是为了拿回那箱钱 赌神来了兴致 既然在他的地盘 那就通过打牌 赢的人拿钱走 很快 一群出老千高手坐到了一张桌上 眼镜叔表示为了防止出老千 大家都要坦诚相见 寡妇带了很多副牌 表示没几局要换一副牌 赌神表示谁出千被抓到就非掉手 赌局开始 所有人都只穿着贴身衣物 几局下来 眼镜叔一直处于优势 此时寡妇向阿泰暗示 注意眼镜叔的眼镜 阿泰想起了师父的话 老千的眼睛只要想看牌 就一定能看到 下一秒 果然看出牌有问题 赌神也早有察觉 直接让手下把带牌来的寡妇脱小黑屋 随后里面传来了惨叫声 接下来上了新牌 赌局继续 赌神挑衅地说了句 阿泰师父的手就是被他废掉的 当时他师父还吓尿了 听到师父被羞辱 阿泰坐不住了 新的一局轮到阿泰发牌 他开始出老千 给自己留了一张牌 赌神都看在眼里 接着阿泰让那美帮他点烟 手顺势放在了那美臀下 赌神迅速用酒杯扣住阿泰的牌 用自己的命和全部身价 赌阿泰的牌是对食 眼镜叔也跟着赌上命和所有钱 赌那美胖刺里有牌 此时 影帝阿泰从紧张到神情自若 挑衅赌神说 当年也是这样的招数 导致赌神把自己的手做没了 赌神摘下墨镜 才发现阿泰长得向上一戴赌神 接着阿泰掀开牌 毫无疑问 赌神输了 而眼镜叔坚持要看那美胖刺 那美不仅不慢脱下胖刺 丢在赌桌上 结果里面空空如也 阿泰赢了 发小起身去拿钱 小老板拿枪拦住去路 发小反手就给他来了一枪 眼镜叔情绪激动拿斧头砍电闸 黑暗中不停响起枪声 等灯再次亮起 眼镜叔已经领盒饭了 而发小腹部也受伤 正当阿泰三人离开时 发小突然变挂 拿枪对着阿泰和那美 独自开车跑路了 几天后 电视里报道了发小死亡新闻 那美失落地抱着哥哥的骨灰 问阿泰当初那张牌藏了 阿泰却说 吃了 这时两人收到了发小死前寄来的信 根据里面的只是找到了一大袋钱 原来发小反水是为了做戏给阿鬼看 和阿泰他们划清界限 阿鬼才不会对阿泰那美下手 两人带着师父和发小的遗愿 从此金盆洗手 过上安稳的生活